好 小年夜呢 首長防疫不鬆懈 新北市長侯友宜 今天是前往林口運動中心 視察防疫措施 而台北市長柯文哲 早上是慰問了值班醫護 探訪了檢疫所 下午呢 則是到了防疫旅館 發放紅包 台北市長柯文哲 來到防疫旅館 看看業者防疫有多努力 柯文哲也感謝第一線服務人員 為防疫盡心力 送上感謝紅包 拍照來者不拒 但春節過後 台北市的防疫旅館需求可能下降 退場機制在哪裡 套用那句話 每個聖父都會找到他的出路 所以讓他 他如果沒有那麼多房客 沒有那麼多外國進來的 需要居家檢疫的旅客 他自己的自動的轉為 做國旅使用 何市長也向民眾喊話 春節防疫不能鬆懈 戴口罩勤起手 過去一年成功的模式不要鬆懈 而新北市長侯友宜 也到林口國民運動中心 視察防疫措施 所有是六座國民運動中心 一定全力把防疫做到位 跑步機隔開來使用 休息區也要梅花座 希望民眾在年假期間 也能安心健身 華視新聞樓利文潘建任 台北報導